上海地铁现在运营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地铁网络 并且有不断的新线在建设当中 然而有一个问题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突出 这就是很多出口没有电梯的问题 很多站点由于建设之初 可能对人流的估计以及现场施工的难易程度 甚至于预算的原因 导致这些电梯的地铁的出站口 往往没有电梯 就是楼梯 我们之前报道过9号线的新站路的加梯问题 而最近一个地铁站又浮出水面 是13号线的长寿路站 这个站的3号口就没有电梯 整整60多级的台阶让人望而却步 虽然有别的口子可以坐电梯上去 但是相信为了方便 为了出站后找到自己要去的地方 甚至于是因为手机导航的原因 非要走这个口 看着这个楼梯 你心不心痛 所以走这个楼梯出去是一件很大的挑战 当然这样的事情 上海地铁方面也正在努力的消除这样的盲区 甚至有的以前已经有了单向电梯的 再增加一个双向 甚至于我们不得不回到的是上海地铁九号线 九亭站的这个出站口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还不是一个电梯问题 而是出站口的方便问题 这个在整个的北九亭地区 也就是九里亭街道 拥有大量的白领人士居住 然而进出九亭地铁站 只有一个通道 还是过街的 所以这些事情都值得地铁方面深思